我是一個受害人 為什麼我要來解釋這個世界 我甚至連想自殺的權益都沒有 為什麼那麼多天從一開始威脅說要放影片 到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有的是片段影片 但是片段影片可以證明我講的過程 文字的部分都是真的 因為他們怕把影片拿出來 麻煩可以慶幸一下 讓我們今天說明會可以建設 希望你可以體恤我們也是一個人工 沒有我們待會就是用直播的方式 是我們這邊都會在就是討論 因為現在的狀況已經超出我們的預期了 大家 很抱歉 很抱歉 我不是不勇敢的面對 我是一個受害的人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要來解釋 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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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是事實嗎 那個開端的開端 引起的 不是我 從頭到尾 都不是我引起的 都不是我引起的 為什麼 會有人 說我 做這件事情 這麼不肯 本來一位 讓有智慧的人 來去做判斷 但是又不行 最後 我甚至 影響自殺的權利 都沒有 我再一次 肯切的 跟大家報告 我從來不會去傷害 任何一位 女性 跟男性 如果有 任何人 請他們 提出告訴 讓司法 讓法院 來證明 我的親愛 為什麼那麼多天 從一開始 威脅說要放影片 到現在 常常都不敢 他們有的是 片段影片 但是片段影片 可以證明我講的過程 文字的部分 都是真的 因為他們怕 把影片拿出來